你知道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沉船宝藏在哪里吗? 你见过多达40多吨的黄金被打捞上岸的场景吗? 在漫长的历史上河中,有难以计数的大小船只 因各种海难或者人为事故葬身于海底 其中有一些船上曾装载有数量惊人的黄金以及珍贵宝物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算,在全球的大海底部 共躺着高达300万艘沉船山海 世界上的沉船宝藏如果全部加起来 总价值可能超过了上百万亿美元 也正是因此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很多专门寻找打捞这些沉船的寻宝人或者公司 他们一直在不断地寻找这些海底沉船 以此去获取丰厚的报酬 今天这些视频,黑土就由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 人类已经发现的八个最有价值的沉船 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海底宝藏 大家好,我是黑土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记得长一点再三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 谢谢 这艘船也被称为唐宝船或者唐城船 之所以会有这个名称 是因为虽然这艘船是一艘阿拉伯船 但船上却装满了我们国家唐朝时期的各种珍贵文物 总价值高达上亿元人民币 这艘阿拉伯商船大约在公元830年左右 从阿拉伯驶入中国 然后装载了很多唐朝瓷器以及货物返回 就在返回的途中,不知是什么原因沉默 直到1998年,生活在加斯帕海峡附近的渔民 才在加斯帕海峡17米深的水域处发现了这艘船 于是当地的渔民便把这则消息以及船船的未知信息 倒卖给了印度尼西亚当地的一家打捞公司 后几经辗转,最后由德国的一家打捞公司 对其进行了打捞 从1998年的8月份开始 这家公司就开始对黑石号进行探索打捞 据估计,这艘船上仅是唐朝时期的瓷器 就高达6万7千多件 其中还包括很多金银器和铜银 每一件文物都价值不菲 打捞公司在将这些宝藏打捞上岸之后 曾开价4千万美金售卖 并提出所有宝藏必须一次性整体购买 最终这批唐代文物 被新加坡的圣陶沙机构联合一些华人筹资 以约3200多万美金的价格将此批宝藏满下 并发在当地的博物馆进行展览 SS共和号是美国的一艘蒸汐船 1865年,这艘船搭载着59名乘客 以及大量的金币和物资 从纽约启程开往新奥尔良 不料途中遭遇飓风袭击 根据当年的报纸记载 船被飓风袭击后 船上的乘客全部乘坐救生艇逃生 但船上所装载的大量金币宝藏 却随着船体下沉到海里 据实料记载 这座船上共载有2万多枚金币 这些金币如今的价值 一枚就可以达到3000美元 甚至到50万美元不等 从沉没一直到2003年 这艘宝藏船才被美国的 奥德赛海洋勘探公司 在距佐治亚洲海岸 约100英里的水下找到 奥德赛勘探公司寻找这艘沉船 共花了整整12年的时间 因为想要找到沉船的具体位置 十分困难 只能通过各种历史文献 以及电脑模拟 细细地分析当年的事情经过 找到沉船位置后 奥德赛公司通过一种 特殊的水下遥控装置 对沉没在水下500多米深的共和号 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并且发现了共和号上的金币堆 等将这些金币打捞上来之后才发现 金币的数量 要比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更多 据奥德赛开探公司声明 他们一共在船上 发现了超过5万1000枚金币和银币 另外含有14000件珍贵文物 截止到2003年 奥德赛公司单是打捞上来的金银钱币 就卖了7500万美元 这还没有算文物 文物这种东西就没有具体的价格了 最后据说奥德赛公司在搜寻和打捞这艘宝藏船 所投入的成本就达到了200万 不过对比最后的结果来看 它是比较划算的 第六个 维达号 它是世界上第一艘有实物证实的海盗船 在没成为海盗船之前 18世纪初期 维达号曾经是一艘大型的贩奴船 主要被用来运送奴隶和货物 后来在海上遇到了著名的海盗头目 黑山姆贝拉米 从此维达号就成为了一艘 让人闻风丧胆的海盗船 1711年4月26日 这艘船在海上遭遇暴风雨沉没 船上只活下来两个人 据估计 这艘船在沉没的时候 船上共装有大约5吨的金银财宝 60多门大炮和144个人 由于年代久远 这艘船在失始之后 沉没式的确切位置都没有被记录下来 只流传下来一些传说 直到200多年后 1985年 一位名叫克里夫的探险家 在海里打捞到一个刻有维达号字样的船中 这才得有确定 当年的船说都是真的 维达号的身份已经确定 并得到了毫无疑问的认证 确认维达号沉没的地点后 人们就组织对其进行打捞 从发现船中到2008年 陆续在其范围内 打捞出多达10万多件物品 其中多数都是银币和武器 由于打捞工作至今仍在持续 所以人们究竟在这艘船船上 发现了多少宝藏 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 根据船说 有接近5吨的金银财宝 梅塞德斯号是一艘 装载着约59万枚金币 银币和其他工艺品的 西班牙护卫舰 这艘船在1804年 在葡萄牙 二加维附近 被一艘英国战舰击沉 船上的59万枚金币与宝藏 也随之沉没 船上的船员有250人失踪 庆幸的是 含有51个人 在这次沉船事故中活了下来 过了200多年后 直到2007年 这艘船船才被美国的一家 名为奥德塞海洋 勘探公司的寻宝队发现 该公司在这艘船上 共打捞起约50万枚金币和银币 并且把这些宝藏运往美国 当西班牙研究人员得知此事后 迅速确定了奥德塞公司 所打捞上来的宝藏 就是西班牙的梅塞德斯号船船 然后西班牙研究人员 便与奥德塞公司 展开了一场法律斗争 最终西班牙研究人员 取得了该批宝藏的控制权 奥德塞公司白忙活一场 这还没完 到了2015年 西班牙研究人员还发表声明 说奥德塞公司 在向上打捞提取金币时 损坏了梅塞德斯号沉船的残骸 总之在这艘船上 所打捞上来的宝藏数量非常惊人 但是运送文物的卡车 就用了4辆 据于银币专家估计 打捞上来的50多万枚金币与银币 单个的银币价格 将能达到400到4000美元之间 均值为1000美金 也就是说 但是硬币的价值 最少值5个亿美金以上 再加上还有一些文物 总价值无法估量 最后经过统计 从沉船中打捞上来的金币与银币 重达14.5吨 第四个 SS中美洲号 SS中美洲号是1857年沉没的一艘蒸汽船 1857年9月3日 这艘船载着425名乘客和100名船员 以及19吨黄机 离开巴拿马科隆港开往纽约 在船上安全航行了9天后 也就是1857年的9月12日 这艘船在卡罗莱纳海岸附近 遭遇到了飓风 然后沉没 过了100多年后 2014年的5月6日 美国的奥德塞勘团公司宣布 在美国卡罗莱纳海域 发现了中美洲号 并且还在上面打捞出金条 金币和金币 该公司利用一种遥控水下航行器 将船上的黄金打捞上岸 当时仅是一块重达36公斤的金币 就卖到了800万美金的价格 这块金币在当时 也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货币 除了金币 陆陆续续还从中打捞出各种金条 金币等黄金制品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则消息指出 其实早在1988年 这艘船就已经被其他的寻宝团队发现 并且打捞过一次了 据当时负责打捞的工程师声明 他带领的寻宝团队 在随后的四年时间里 一共打捞出价值超过5700万美元的黄金 后经过专家估计 当年的寻宝团队 可能仅仅探测到了中美洲号残骸的5% 水下仍有很多金银财宝没有被发现 要知道 当年的中美洲号出海时 船上载有大约19吨黄金 好 第三个 盖尔索帕号 这是一艘装载有 多达200多吨白银的英国补给物资船 在二段期间 这艘船专为英军运送补给物资 1941年2月17日 盖尔索帕号载着83名船员 以及两名水手 从印度起航 船上载载有茶叶 铁 以及多达200吨的白银 出发前往英国 不料在途中遇到了德国的潜艇 德国潜艇发现该船后 便对其发射了一枚鱼雷 鱼雷击中盖尔索帕号 导致该船在爱尔兰西南 约483公里的海面沉没 当时船上的所有人员 仅有一人生还 由于船上的物资价值不菲 当时英国人为了保密 便将盖尔索帕号的沉没地点 进行消息封锁 直到2010年初 英国人才聘行世界上 最著名的打捞公司 奥德赛公司 对该船进行勘探打捞 仅仅约了一年的时间 奥德赛公司就宣承 在海下约5000米深的海底 找到了这艘船 到了2012年 奥德赛公司锁定沉船位置 开始了对盖尔索帕号的打捞工作 2013年 该公司宣布 已经从近5000米深的海底 打捞出60多吨的银地 因为打捞上来的只是一小部分 所以水下具体含有多少白银 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格 这艘海底沉船 在世界十大宝藏中排行第三位 阿托卡夫人号 是一艘西班牙的宝藏帆船 这艘船专门被用于运输宝藏 出于这艘船的特殊性 当时的西班牙人 还在船上装备了大炮 主要就是用来抵御海盗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1622年8月 阿托卡夫人号 满载一船的宝藏 从南美返回西班牙 途中没有遇到海盗 却被飓风击沉 面对飓风 即便是大炮 也无能为力 当时由于阿托卡夫人号载重太大 航行速度缓慢 最终变成了飓风的首个袭击目标 被飓风袭击后 这艘满载宝藏的船 便很快就沉到了 升达17米的海底 这一沉就在海下待了300多年 直到1985年 才被一个名为 梅尔废雪的职业巡宝人发现 这位巡宝人在发现阿托卡夫人号后 在上面打捞出数以吨计的黄金 据记载 这艘船船在沉没的时候 共栽有40吨财宝 其中单是黄金就有将近8吨 宝石也有500公斤 再有就是这艘船船上的宝石 可不是一般的宝石 其中包含价值不菲的祖母绿宝石 当然 这次的发现 寻宝人也没能避免被当地人员起诉 然而意外的是 经过8年的诉讼 这批财宝的归属权被寻宝人获取 至于这艘船船上的宝藏一共价值多少 至今 仍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 据说单是船上的一枚祖母绿戒指 就价值50万美金 在这艘船上 但是祖母绿宝石就重达32公斤 在距离哥伦比亚海滩 约10公里的加勒比海下 约740米深的海底 有一艘装载着64门火炮的沉船 它于1698年下水 并于1708年 在哥伦比亚 卡塔赫纳以南的巴鲁岛附近沉没 据记载 这艘船当时载有价值约 170亿美元的黄金 白银和祖母绿宝石 船上装载有1100万个金币 和许多银币 面对这样一个价值不菲的宝藏船 难免会因为归属问题 所产生纠纷 据说 圣河西号沉船 首次发现 是被一群美国的一个名为 海上搜索无敌舰队的 寻宝公司发现的 但是由于该船的沉没地点 在哥伦比亚境内 所以导致在归属问题上 双方产生了纠纷 因为这个寻宝队 并不是哥伦比亚人 2015年11月27日 哥伦比亚海军 利用水下航行器潜入水中 拍摄到了这艘沉没的宝藏船 通过视频 已经确定了这艘船 就是沉没的圣河西号 但是哥伦比亚 向外发出的声明 声称这艘大方船 只是一部分 并没有被完全找到 因此 当地在宪法上 有义务保护和保存这艘船 以及船上的所有宝藏 据估计 单是想要向上打捞这艘沉船 大概就需要花费 高达3000万美元的打捞费 这艘船上的宝藏 至今为止 究竟有没有被打捞上岸 至今仍是个保密状态 总之可以确定的是 这艘船上的宝藏 总价值超过了100亿美元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很不错的领导 记得帮黑图点个赞 谢谢